明尼苏达州被警察误杀的死者赖特的母亲于4月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正义并将涉事警察绳之以法 现年48岁的警察金伯利·波特因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布鲁克林中心的致命枪击事件中误杀赖特而被指控犯有二级故意杀人罪 这起警察射杀非议的枪击事件引发了当地的剧烈示威和骚乱 案发地点距离法院只有数英里之遥 在这座法院建筑内还进行着弗洛伊德案件的审理 两起十分相似的案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民众要求警察停止针对非议的过度执法行为